黑色休旅車後車窗被砸破了車內還有不少的物品散落 在後座的扶手處跟座位上甚至是地面上都有不少用過的衛生紙 上頭沾滿了民眾的鮮血 因為這輛休旅車載著的民眾不久前遇上了出油精魂 大約是24號下午3點左右 他們經過了台七甲線5.8公里處時 不慎被山區的落石給砸到了 當中還有一顆比較大顆的石頭直接貫穿了後座的窗戶 導致了坐在後方的女乘客頭部是有撕裂傷 而且流鼻血意識模糊 沙房隊員貨報到場之後立刻給予面罩以及警圈來固定 隨後就驅車將受傷的女子送往羅東地區的醫院來治療 而時候根據警方的了解車上的民眾是從台南來旅遊的 當時車內共有4個人男駕駛開車 老婆就坐在右後座 另外兩名子女就分散在車內 至於掉落的山區落石初步離親共有兩顆 大小跟磚頭差不多大 一家初友沒有想到遇上了金駿 現在只能夠在醫院好好的療傷 再來跟相關的單位討論後續該如何處置 對 對 感谢观看